現在安排時間 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 其實西鐵是由前九港鐵路公司興建的 營運到今時今日都有時間 有關其他的莊處有沒有類似的事件 或者類似的情況 我們都希望是要了解清楚的 另一方面就是 其實西鐵是由前九港鐵路興建的 甚至沙中線 其實都是由前九港鐵路公司去中標的 兩者跟前九港鐵路公司有沒有關係 沙中線是不是前九港鐵路公司的成員 去肩負建造的督工 我們都希望知道多點這一方面的事 若果知道都是跟前九港鐵路公司轉過來有關 因為兩條線都是在合併前後的事 若果有關的話 可能我們都要對於 在合併前後的前九港鐵路公司的工程 我們是需要進行比較嚴密的安全監陷 確保公眾安全和行車安全的 我和梁志祥議員會繼續跟進這件事的 我再補充一點 因為元朗是一個特別是元朗站 他們有一個叫做融洞的情況 所以這兩條莊柱是否關乎 融洞打莊的時候不足而造成 這個我們不知道 最好港鐵這次要講清楚 另外一方面 剛才Ben說過的問題 我最關注的是 因為融洞這麼多 是否需要全面做一個安全的檢查 向公眾報告 是否真的安全 我們才放心 否則作為立法會議員 或者我也是元朗區的區議員 我們一定會問責到底 是要他們調查清楚的 這樣 我補充這麼多 您可以談論 如果雲洞公司的公司 知道這個問題 之前的媒體報告 最多的問題 當然我們是關注安全問題 西方公司的公司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很多人的公司 都會通過 在這一點 我們希望 公司公司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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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提及更多公司 更多透明 但是这种安全问题 航空和区域 甚至区域公司 都没有知道任何事情 这是无论的 谢谢 不好意思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